如果喜羊羊被恶魔附体 创建组织成立军队 决心要统一整个大陆 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灭灭启示录》 近期Steam新品节上线的一款 免费的以撒加饥荒风格的独立游戏 游戏中玩家将扮演一只 原本将要被处死的小绵羊 在畜行的瞬间 被一股神秘力量拯救 之后化身为屠夫 消灭了所有的教徒 之后组建了一支忠诚的士兵队伍 在这片虚假横行的土地上 建立自己的教派 探索大陆上各种神秘无比 风格迥异的区域 广散真言 最终一统全境成为唯一的政教 游戏的战斗风格 类似于以撒结合 属于地牢闯关类型 但不同的是 你可以返回自己的营地 招募队友 打造武器 建立防务 这里的玩法很像饥荒 但RPG要素更多 缝合的那叫一个丰富啊 整体来说 游戏画风可爱 玩法多艳 而且自带中文 现阶队还免费 所以还等啥 入手玩玩看呗 好了 游戏开始之前呢 也希望大家能为本视频 点一个小小的赞 没有关注我的同学 欢迎点播关注 那么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嗯 我去开幕雷击啊 我们呢 两只手被捆住了 这边有几个 长得像FF团一样的人 哦 游戏正式开启 沿路上全是各式各样的 头骨以及骷髅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要在这里被处刑吗 哇 有只 牛头人 还有四个 什么东西啊 青蛙 章鱼 跪下等待为献祭 哦 哎 怎么开局我就要被献祭啊 大家眼前所见的就是 羊族的最后一只羊 其余已经被我们赶尽杀绝了 啊 这么惨的羊族吗 献祭最后的羊号预言就此 从此无法再实现了 困在下界的异端也将永远受到禁锢 古老信仰也将得以留存 哦 哦 好可怜啊 你看这个小表情 啊 大幅头 哦 哎 哎 这个眼睛好萌啊 我们去了哪里 感觉我们来到了 下界的某种位置 前方有个什么东西啊 有一个巨大的生物 身体全被锁链 缠住了 势中棍主 靠近一点别害怕 虽然你已经死了 我还在用指导你 那些愚蠢的主教以为 你死了我就找不到你吗 没想到 却把你直接送到我眼前 我会赐予你新生命 但你必须付出代价 我对你有一个要求 以我之创立圣教 以言为定佛 哎 这两个选项都是好和当然 当然 OK 哦 然后这个主教就赋予我们重生 我们就变成这个世界当中 最后一只羊 但是是一只会反抗的羊 哎呦 这个 这个话不我喜欢 好 咩咩启示录 正式开启 看起来我没献祭 身上我没有死 再次在仙剂台上复活了过来 拿了一把大剑 哦 攻击闪避 哦呦呦好强 我去 这是一款 这是一款动作风的游戏啊 好 分滚 那现在是我们的复仇之路 沿途所有的敌人全部干掉 哦 分滚 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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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连地上的石头都可以砍开 那这个游戏叫做 喜洋洋的复仇之旅 啊 啊 这个进度有点 类似于沙漏坚探那种感觉 就是每一关都有 或者更加类似于以萨 而且它是有剧情的 诶 出了一只小狐狸 拉桃 别害怕 我是拉桃 以前像你一样在 获选的意气 最终迷失在风中 我被派来指导你 这里是古老信仰之境的深处 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危险 我说到只是来指导你安全 继续穿越森林马 逃生就在眼前 我就在附近 哦 诶 脸着地 好那战斗开始啊 我们就是一只 骑着大剑 然后人 世界当中最后一只 复仇之羊 哇 好爽啊 那这里应该是第一关吧 感觉这敌人很弱 然后我们没有太多的技能 有个大招之类的 诶 干掉了 找到一个 金币开启物品栏 这里有货币 哦 然后这是我们的人物的武器 装备 符咒 还可以装备很多东西 这些3滴血 我这里并没有掉下 我们操作实力非常强 好继续走 这些 这些东西骨头全可以打了 那是没有任何的掉了 选项方面可以往右边走 也可以往下方走 我们就随便选条路 直接走 哎呦哎呦什么东西 地雷吗这是 小心 第二个东西应该是不能踩的 闪避 哦 我去这是一闪的感觉 好 再拿到一个新的 呃 金币 这个金币应该是可以购买装备武器 但是 这条路是个死路啊 我们再往下方走 啊 游戏的 这种战斗方式 就是一个小房间 一个小房间 有点类似于以色亚结合 但是格斗的方式 非常的爽 这个光剑 打起来非常的嗨 希望 一会儿能获得一些 更好的技能和装备 因为现在只有平凯 我们只需要 翻滚和进攻就可以 好 又是金币 哎 就不能给几吧 新的武器和装备吗 再来 嘿 灭灭启示录 让你尝试一下 西洋洋的厉害吧 来吧 嘿嘿 怎么都是金币啊 就不能给一些别的东西吗 哎 这什么东西 有一个池塘 哇 怎么感觉 我这里是要见boss了 哦 下一关 第三关 有剧情 哎 这小兔子被抓住了 拉桃 你看前锋 又有一个可怜虫要被献祭了 解救那只家伙之后 对方就别有选择 只能加上一个圣角了 啊 加上我们古老的圣将啊 接受这份激贫 是谁敢干扰我们的仪式 砍死 哎呦好弱啊 好 躲 我去我 操作好锋力 哎呦还有 我去 哎呦掉了一的血 还说 不着急 不着急 穿看 穿看 哦呦又掉了一的血 我这么疼吗 好 拯救小兔子成功 来解救他 丢 哈哈哈哈 然后小兔子和我一样就被献祭进去了吗 追随者等待入教 这个游戏可以叫做喜洋洋的邪教模拟器 然后呢 等待入教 他还需要等待吗 这里 红色的眼睛 没有了 那就只能继续前进了 好 第四个区域 哦 这里什么 哇 这应该是刚刚 召唤小兔的地方吧 这里安全了 你觉得很好 红眼光能让地上这种标记距离遥远的距离 这个印记会带你去一座古老的圣殿 你在那里创立新的圣教吧 我到圣殿跟你会合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正式开始返回我们的教会 之前一段剧情是我们 对吧 恶魔喜洋洋的到来 异教徒落败 以净化异教徒 这里杀死的所有敌人 包括拯救的人质 总共用时三分三十九秒 好 那教程关卡应该就在这里结束了 哇 我们身上有一个红色的衣服啊 长得像国王 这是之前那个小狐狸吗 这边圣地现在归你所有 这块七零八岁的荒庸之地 将成为你圣教所在之处 我们要做很多事情 首先灌输信仰 给这个可怜虫让对方入教 教徒可以替你收集资源 然后收集木材和石块 这边就玩起来像饥荒了 就是可以把之前加入的教徒 让他们去替我们伐木踩石头 那这个小兔子就是打公仔了 来来来来 灌输信仰之光 举行入教仪式 让我感谢您的圣教吧 我会忠实地追随您 黑诺 现在可以逆人了 名字随机黑乐 可以可以可以 亚尔泰 诺兰 葛雷泰 选择皮肤 还可以变成小猪 小猪佩奇 你确信你不是小猪佩奇吗 来 皮肤颜色 粉嫩嫩的小猪 这只粉紫 紫色的小猪 外形 还可以给身上 加一些斑驳的花纹 特质 反对献祭 被献祭是现样之减5 其他信教所死亡是减5 生产速度减少 这特质都是减少的特质 这么垃圾吗 这个教徒不行 好就这样 好 成功加入我方圣教 干嘛呢 妈妈妈妈 哈哈哈哈 好让他 现在有工作 让他是清理树木呢 还是砍树吧 要制服先露树 然后派遣他去伐木 伐木工 我们的圣教将强大物 与不过教徒 必须保持力气安强 必须收集资源后建立炊火 才能制造一餐点 下一步 需要收集五个木材和两个石头 我们自己也得来 他伐木 我砍石头 你在逗我 这怎么感觉 刚刚我以为是以萨 没想到是饥荒 好的 我们现在就是 先弄一些木材和石头 他砍 他伐木速度也太慢了吧 这 他砍了多久了 大哥 我觉得我砍十棵树 你一棵都砍不了 不行啊 这个教徒 OK 完成了 然后木材也够了 日常下一步是 做好之后 我们要建立一个篝火在这里 对这里 建造 这边 哇 真的 可以建好多东西 教徒信仰 装饰等等 我们先建一个 炊火在这里 可以制作餐点 只能用一次 哦 哦 是这样 来 我们就篝火 建这里 好 日常建造 炊火 先走 好 你的教徒需要吃东西 你得为你 教徒来准备一些餐点 然后教徒呢 会显示他的饥饿质 如果过低就会挨饿 最终会饿死 进行圣战时 可以找到更多的食物 选择食物采集点路线即可 当然这边也是可以 种地来获取 就是后面可以 找到各种各样的教徒 来饥饿质 收集莓果 好 这是果子 采摘蓝莓 真的还烹煮一些餐点 来烹饿 做一个莓果餐 一星级 15%几率 使教徒立刻变变 就是他容易拉屎 你在逗 来烹饿 开始 哎 哦 我们必须建造圣坛 需要收集更多的金子 哦 刚才建造是需要 跟那个金兔条 我把食物烧毁了 我们的共同恩人 是中灌主 被五位古老信仰 主教困在这里 每一位主教守护着一道锁链 把灌主困在这个世界的 界外之余 我们施法 召唤出通道 前往主教所在区域 你的任务就是 找出主教并杀死他们 这样才能获得灌主的解释 去吧 你会在外面找到黄金 和友谊加入主教的随从 碰到不愿意就用武力 逼对方改信 好的 不好意思啊 我住户了 住户了 哦 就这个根据地呢 我们可以找很多小弟 在这里搞事情 清理一下吧 等一下我重新煮好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看有个进度条 好在中间才行 OK 然后 然后这里就有 就有吃的了 之后他饿了 他就会去吃吗 交谈 这边工作 提出 下命令等等 好吧 你先去 那个 哦 他砍树 砍完树之后呢 会把资源放在箱子里 好吧 我们就继续来去 抓一些新的教徒 入教 那么 喜阳阳模拟器 正式开启 返回古老信仰 哦 有四个门 是第一个 哦呦 这个门身上 充满了光亮 打开大门 小弟也在这里 和我们一起来召唤 看起来这个游戏 应该有 四个大的世界 分别 对应了四个不同的boss 刚开始已经看到了 第一个世界 是一个黄色的大门 叫做暗铃 应该算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世界 哦 可以选择武器 小梁总换成像 三滴血 然后这边 暗铃 圣战士之刃 伤害值 比我之前的刀 厉害些 然后这个神圣爆炸 这是一个技能 击退范围内敌人 并且造成伤害 拿他吧 拿刀 还可以拿他 哦 热诚是击倒一教徒 获得中一之日 可以释放法术 就是法力值了 第一位 击杀后会掉落热诚 收集热诚 补充咒术的释放次数 哦 歪件是释放咒术 哦呦 帅气啊 我可以释放三次 哦好的好的好的 这里是个练习的区域 然后这边甚至可以收集这个红色的区域 然后让我们技能可以多释放几次 好 OK 了解 走 我已经充分了解到这个游戏怎么玩了 不 好 好 机下就掉了一血 你再揍我 没掉没掉 只是收集这个红色的区域 二位扛一下 你再揍我 收集金币 然后 我掉了半格血 问题不大 杀害安杜因 好强这个 好 现在呢 我已经充分掌握到这个游戏的区域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啥玩意儿 我去 咱们刚开始就打boss了 莱西 这怎么可能 钢瑶 你明明没处局了 整个羊族都没了 现在你却站在我眼前 毫无悔意 红眼罐 他的力量是真的吗 不过我的实力还在你之上 赶快逃吧 小羊 逃 我这辈子就没有 逃 这一说 怎么不见了 好吧 他只是警告我 外墙都应该 蹦进 哦 别炸死了 好 收集金币 金币应该用来建设家园比较好的东西 来 朝一边走 右上角应该是游戏的地主 哎呀 又被打了一下 拿中 我要死 有没有回血道具 比如这种箱子 墓碑 有没有掉血皮 青草 这个青草也是素材可以收集 也就是说 沿途打怪的很多区域都可以当物资来收集 哦 好多东西 这边要打boss了这里 等会儿 刚才过来的这片区域 有一个地方我还没有去 应该有一个房间没有去 再看一下右上角 在下方这里 我们先过去看一下 好 哦 这是一个卡牌商人 克劳内克 赞颂高扬 迈向伟大力量的终结 预言中解放下界的终关圣主 这是塔罗牌告诉我的好几辈子前 或全没有 抽一张抽牌吧 倒是第一次 拿这些牌 我每次见面时都会再抽一张牌 能赋予你力量 砍牌的意思 由牌决定 抽砍吗 艾吕 献出一颗心立下一段试掩 死神之门 自我献祭反弹伤害 受到攻击并剩下半个血时 对所有敌人造成两点伤害 就是 大残的时候伤害很高 这边的事是额外多一颗蓝心 我觉得要一个额外多一颗蓝心 哦 能砍他吧 我能把他砍死吗 算是还砍不死 好吧 那这里我多了一颗血 多了一颗蓝心 这个蓝心应该是回复不了的 但是能替我顶一下 我现在相当于两颗半的血 算了 应该打boss了 这里要安度西亚 这好多地图 这里 左边是素材 右边是石头 然后上方是战斗 我决定 比如说我们去取一下素材 看这个萝卜什么意思 哦 好多莓果 也就是说这个游戏 在通关地牢的同时 实际上 还可以采集很多物资 用来升级 比如说我现在实力 人物比较弱 采的这些素材物资 应该可以在家里进行建设 然后之后 可能会提升一下 我人物的一些 等级技能 血量 防御等等 毕竟我现在只有三格 血满上攻击力比较低 但是不代表后面就很弱 好 这里再往上走 这边有一个战斗场景 双倍掉落 这边敌人会掉落双倍金币 但是会掉落毒物 毒物会让我们中毒 打这个东西 可以让 先把我的技能加满 先把怒气值加满 OK 然后走 这个中毒了 我去 他死了会变成一滩毒 上去会 会挑血 哎呦难受 但是掉落双倍的金币 直接6个 35败 好有钱哦 现在 好 继续走 好 不着急 等他上来 好 哎 一张 又是一张卡牌 尸体 卡牌能增上自己的实力 黑病缠身 受到攻击时 对画面上的一切造成伤害 啥意思 就是 我又多了一颗黑心 看一下左上角 除了之前的蓝心之外 还多了一颗黑心 这个黑心的话 应该是 掉血之后会造成一个AOE杀 直接甭死 好 现在 收拾 把这些 沿途看到的一些图层和草们都拿上 好像都是有一东西 东西可以收集的 小心 好 哎呦 小心小心 不要被他这个 奇怪的这个 毒液毒到 这一关的特性就是 会掉毒 毒物 好 继续走 什么呀 哦 武器 残酷之斧 伤害2.8弹速度减少 攻击敌人时有一定第一几率 造成暴击 火血之剑有机率 能运用死去敌人的生命令 治疗武器的使用者 那 吸血剑 我去 好的 然后我这里是要打Boss了吗 果然 哦 这把剑能给自己回血吗 击败敌人之后有机率给自己回血 但是我血量现在还是两个半 先把自己的这个怒气值全部加满 然后往后走 哎 加了一颗 加了一颗西窗还可以 好 继续走 看下要用剑来砍 用技能砍的话 好 还有机率回血 来 好好干掉 哦 是有机率回了一些血 还行 这把剑的话 是砍死敌人之后 有机率给自己回半格血 但是这里砍了五只敌人 就回了半格 火箭机率有点低 但是也没有强 好的好的好的 哎 有商人了 这边又是一个新的商人 过来吧 狂兽离开缭绕四周的盘旋 虎狼之物 让我看清你的全貌 你如此肩膀上 肩负着永恒实际能量 不过这什么感觉 看来你内在不弱的身形简单 我们需要击倒敌人 捍卫荣耀 破除锁链 这些钢铁兵器 是用永恒之火锻造 让你的圣冠化为其中之一吧 愿你善用武器 哦 哦 这里可以把我的武器换掉 出地时爆出黑色投射 它是 这啥玩意 哦 这是技能 然后这是一把叛徒替刃 速度更快 伤害更高 伤害低 能适合多次消遣 攻击力还行 速度也还行 但是没有吸血效果 这把吸血之斧 哇 这把三级的斧更强一些 比吸血之斧厉害 伤害好高 好 看到没有 虽然攻击力慢了一些 但是伤害高 nice 可以 走 打boss 我要 重斧 一刀一个小朋友 哎 哦 被撞了一下 攻速慢 攻速慢有个问题 他 这个 就是抬头 抬手这一下 他这个斧头是 你是动不了的 哎呦 我怎么感觉没有吸血腺好用啊 很容易受伤啊 走 这boss吗 是boss 这是个ff团的异教徒 来西 你走得够远了小高扬 我的教徒什么事都愿意为我做 你的追随者做得到这点吗 安杜西亚 我愿为大业牺牲小我 哦 万能的领袖 原来是下面那个小怪啊 消灭红眼光 我去 在干嘛 我去 诶 诶 诶 安杜西亚长得还有一点萌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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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摸到我 他变成一只小羚羊了 然后 他 这个好弱 这个都没碰到我 来改信 他死掉之后 一定成一个萌萌娜的小羊 拜托 饶了險 然后改信您的承教吧 我就会忡实的追损您好萌啊 然后就不他略够到我家去了嘛 诶 之后呢 追随者等待入教 这还可以选择教徒的皮肤 选择木棱和亚 或者选择石头 木材和石头相对来说比较好采据 我觉得要皮肤吧 皮肤对吗 过着错没这儿练了 诶 教徒可以换上新的动物皮肤 暗铃 那只黑色的小马 诶 诶 放进去 然后箱子里面 哇 好多金币啊 哇 好爽 还行还行 这个大斧头打boss有奇效 然后呢 这个猫就算是我打通了吧 应该是 好返回教会 哦 这关就打完了 哦 原来如此 奇效图落败 已经进化奇效图 全部进化掉 然后这里获得了一些肉 金币 种子和酱果 用时大概十分钟左右 诶 demo complete 哦 好吧好吧 最近呢毕竟也是steam的那个新品游戏 发布节嘛 就是出了很多大作和一些好玩的游戏 都会出游戏的demo 那这个游戏 现在暂时demo是免费的 但是游戏的玩法就只能先玩到这里 就告诉大家 呃 期待一下吧 它之后会上steam 会上ps4 ps5以及switch 然后期待还有这个游戏 我觉得这个游戏的潜力蛮高的 而且玩法非常的独特 唉 可惜没有玩够啊 我还想把之前的资源拿一下 看一下在家里能否再建设一些更多的东西呢 真是的 好啦 那今天由小峰带给大家这块非常好玩的面面模拟器呢 呃 就在这里结束了 喜欢同学呢不要忘记点赞 以及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那么就是下期再会咯 嗯 大家 拜拜 拜拜